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好 一路辛苦了 大家都来了吗 我的房间在哪 是那吗 我这边请 早上好 相铺律师们下榻的旅馆 就在明古屋郊外的一座寺庙里 欢迎来到竞泉寺 祝贺您荣生横刚 祝贺您 布屋是培养相铺律师的地方 除东京之外 地方城市的相铺布屋 通常在这样的寺庙里 为参赛的律师安排住所 白鹏所在的工程也布屋 只有八名历史 是一个小规模的相铺布屋 横刚白鹏住的房间最大 大约有13平方米 从现在到比赛结束的一个月里 他就住在这里 白鹏的大部分时间 将在这个日式床垫上度过 2007年6月30日 在鸣鼓屋的热田神宫 举办祭神相铺比赛入场式 在一年一度的入场式上 相铺手们要为鸣鼓屋相铺大赛 祈求平安 这根13公斤重的绳子叫做横刚 只有力量超群 品德高尚的相铺手 才有资格佩戴它 横刚是相铺的最高级别 下面依次有大观 观鞋 小节等十个等级 日本相铺的历史有两千多年 横刚级别的创立也有三百多年 而其中只有69位历史获得了横刚的荣誉 前辈横刚 曹青龙首先入场 曹青龙曾经在20场相铺比赛中 夺得冠军 并创下七战连胜的佳机 在21场相铺大赛中 曹青龙曾经是独占凹头的横刚 新横刚白棚马上就要上场了 现在的日本大约有八百名职业的相铺选手 级别从最低的弟子到最高的横刚 获得横刚失言非常不容易 虽然每个历史都有晋升横刚的可能 但必须以大官身份连续两次赢得冠军 方明摘此桂冠 除了练习和参加仪式之外 白棚很少离开自己的宿舍 该你了 白棚喜欢在宿舍里下国际象棋 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下棋 下棋可以使他缓解赛场上的紧张情绪 白棚把经常带在身边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看 这是他女儿刚满三个月时的照片 当白棚即将参加竞争横刚的夏季相铺比赛的时候 女儿爱美雨出生了 女儿的降生给他带来了动力 在夏季比赛中 他取得了全胜的优异成绩 晋升为新一代横刚 这是夫人拍的照片吗 是的 您每天都把它放在皮夹子里吗 是的 要带到赛场上去吗 可能吧 是不是把照片放在枕头下面或者宿舍里 晚上睡觉一定要看一看呢 是的 2007年7月8日是民谷乌相铺大赛的第一天 曹青龙被称为东横刚 白棚被称为西横刚 时隔三年半 东西两大横刚终于开始对决了 比赛之前 我努力保持 穿着冷静 让自己 尽量不去过多的想比赛的事 现在 横刚白棚从西侧入场 当我走过通道登上经济台 观众便热情地为我鼓掌喝彩 为我助威 我立刻兴奋起来 与下 你赢得更持力的 我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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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仪式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白鹏重新走上了竞技台 比赛马上开始 每年日本有六场重大的大象铺比赛 每场比赛要持续15天 每位力士每天将迎战一个不同的对手 要想获得比赛的冠军 向扑手们至少要在15场的比赛中 获得8场胜利 白鹏猛然抓住对手的腰带 但是又松开了 上手摔没有成功 他再一次用力拉住了对手的腰带 将他逼出界半 白鹏获胜 新横钢白鹏在第一场比赛中获胜 终于赢了 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白鹏作为横钢 首战获胜 和其他任何级别不同的是 横钢不会因为在一场比赛中获胜 在某一场比赛中表现不佳而被降级 但是如果他的比赛成绩继续欠佳的话 那么将会被建立以退 回到房间后 白鹏还要重新看当天的比赛实况 彭刚在表演他独创的入场舞蹈 神秘的火光 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相当不容易 我觉得有一种看不见也说不清的压力 而且感到很紧张 大家对我的希望太高了 大家都期待您能获胜了 是啊 我会努力的 晚安 2001年 15岁的白鹏从蒙古来到了日本 他梦想做一名相铺历史 可是当时却没有一个部屋 愿意接受他 直到他向朋友挥泪告别 准备回国的前一天 工程也部屋 终于决定接受他入门学习相铺 当时他的体重只有68公斤 三个月之后 白鹏第一次走上竞技台参加比赛 这位少年在六年后 以22岁零两个月的年龄 晋升为横刚 在日本相铺史上 他是继北之湖和大鹏之后的 第三位最年轻的横刚 为了增加体重 白鹏只能让自己吃得很多 睡得很多 现在他的体重已经达到155公斤 白鹏越过中线 用手掌将对手抬倒 白鹏获得二连胜 此后白鹏又连续获胜 可是在第一天之后 他所擅长的招数 卧带反下手插地 却无法运用 卧带不到位 白鹏获胜 他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 白鹏连续获胜 但是他对这种取胜的方式 并不满意 在东京的家中 妻子沙代子和女儿艾美宇一起 密切关注着白鹏 在相铺大赛上的表现 看比赛之前是不是觉得很紧张 是啊 我挺担心的 只希望 只希望他不要受伤 平平安的就好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八天 白鹏获得全胜 沙代子和往常一样 抱着女儿守候在电视机前 白鹏有点犹豫 哦 白鹏抓住了对手 好险啊 白鹏 八战全胜 他脸上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好危险啊 这一天 白鹏曾经一度身体失去同行 最后展拍成功 以获胜 比赛结束后 沙代子每天都要用手机 为女儿艾美宇拍一段录像 然后发给白鹏 白鹏在宿舍里 把这场比赛的实况录像 反复看了几遍 尽管白鹏得分领先 但他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他对这场比赛并不是的满意 恒刚频频遭到对手的攻击 尽管是八战全胜 但是他的表情说明 他对这场比赛的过程并不满意 您觉得像普耀做到永不失败很难吗 我在反思 恒刚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是要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 我参加了相扑入场仪式 走上竞技台 我就想 必须让自己稳如磐石 要全力以赴地 拼搏到底 我认为 这些 就是恒刚的命运 是的 两天之后 白鹏面临的是一场更大的挑战 比赛的第十天 获得全胜的历史们展开对决 白鹏的对手 是来自爱之县的官邪 秦光邪 他有望健身的大官 上手 秦光邪应用上手摔 白鹏想摆脱对手 秦光邪摆开了领先的姿态 哇 他把白鹏摔倒了 秦光邪获胜 白鹏失败了 新恒刚遭遇了第一次失败 观众在向竞技台抛坐垫 以前是我赢了的时候 大家才对我抛坐垫 可是这回我输了 他们竟然也给我抛坐垫 所以我当时的心情 的确是非常复杂 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的的确确已经是一名横刚了 白鹏在后来的比赛中 又连续两次获胜 但是获胜的方式仍然不尽一 白鹏的心理负担在日益加剧 在第十天的比赛中 遭遇的那次失利 是新恒刚白鹏背上了沉重的包 也许是那次失败 让我对横刚这个身份 想得更多了 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可过多的想要这种责任 在赛场上反而会分散精力 那就不好了 白鹏上手 卧带距离太远 白鹏侧身起防守姿势 白鹏在奋力挣脱对手 新欧洲猛力进攻 把白鹏推出界半 新欧洲获胜 白鹏第二次失败 天带大海没有抓住腰带 掌拍将对手摔倒 白鹏第三次失败 自2006年秋季向府比赛以来 白鹏还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连续失败 白鹏还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连续失败 白鹏的时候非常高兴 可是后来比赛越来越多 感受就越来越深 越发感到做一个恒刚的艰难 明古乌相铺大赛进入最后一天 白鹏作为新恒刚迎接最后一战 时鲜铺大赛进入最后一战 东西两大鸿钢在此进行正式交战 朝青龙尚人从左侧上手 运用反下手插地的猛烈攻势 将对手逼出去外 他曾经在三场大赛上 创下了21胜的加续 他以自己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技巧 重新夺得霸主的地位 最后新恒刚白鹏获得 11胜4负的成绩 从15岁来到日本 初次走上竞技台的那天起 六年来 他埋头苦练 奋力攀登 终于走到了相铺的顶峰 22岁的白鹏将勇敢地面对孤独和压力 继续他的恒刚直战 您希望自己是一位什么样的恒刚 恒刚永远是恒刚 我觉得 要用自己的心灵 身体和记忆 去丰富这个称号 同时还要刻苦钻研 要经常和自己挑战 我已经是恒刚 不再是大官 虽然还很年轻 但如果自己不强大 就得退役 如果 不想退役的话 就必须不断努力 我会在心中牢记这个道理 一个平地而起的巨大土堆 一座规模经的西汉亡陵 36个大型陪葬坑 3000件珍贵文物 再现了一位2000年前的神秘艺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考古学者崔大雍